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棒球场上紧凑对战吸引球迷目光 美国职棒大联盟领先全球 启用电子暗号系统大约两年了 创办人透露这套系统的高度加密晶片 可是Made in Taiwan 电子暗号系统Pitchcom改变了棒球比赛的样貌 Pitchcom这个技术的创办人就在我身边 要来向台湾的观众问好 嗨台湾 I'm John Hankins of Pitchcom Pitchcom现在也可以说中文以及台语 我们来示范怎么使用 直球内脚高 As a catcher While trying to get the best hitters in the world to strike out or whatever It was so difficult for him to do that anyway But if people were stealing signs it made it much much harder Because he had to remember 10 sets of different signs And it's very difficult to do Put it on their shin guard And so he'll just cover his shin guard like this And push the buttons And that's it It's very easy to use But it looks seamless He's not looking down at a wristband He's not looking at anything the pictures He's only hearing it in his head And this is one thing Major League Baseball liked about our system Was that it looked very traditional Although it's not 事实上这套电子暗号系统 美国职邦大联盟MLB已领先全球 起用约两年的时间 创办人之一的汉金斯向记者透露 因为他曾经是位魔术师 变魔术师常会使用暗藏的装置 控制音乐 由此得到发明创作的灵感 而且产品的晶片还是台湾制造 目前已有台湾职棒队伍 创作的初衷就是为了杜绝对手 投暗号 目前除了大联盟各队 小联盟3A球队 多米尼加冬季联盟 墨西哥联盟等也都陆续采用 汉金斯还强调 因产品发送的无线电波经过高度加密 任何试图害尽PitchCon的邪念 最好想都别想 中央社记者林鸿瀚 圣地牙哥报导 南韩政府原本禁止餐饮业 使用一次性塑胶产品 但去年11月政策转弯 像是纸杯塑胶吸管都可恢复使用 引发环保人士痛批 南韩止吸管联合销售网站上 明白标示 请帮助陷入生存危机的企业的文字 这是因为去年11月 南韩环境部宣布撤回限速禁令 过渡期也将无限延长 导致止吸管销售量减 甚至退货或取消订单 这些生产替代产品的公司 向银行贷款的期限将陆续到期 销售量奏减通路受阻 大身几乎濒临破产危机 不过南韩环境部目前没有明确措施 只表示会与饮料和咖啡业者协商建立通路 并向生产替代产品的公司提供优惠贷款 不过外界预期 多数企业将无法取得延长贷款期限的资格 此外南韩环境部还表示 过度期何时能结束 要考虑国际趋势和替代产品的市场状况 再决定 引发外界批评 不少人认为 在追求环保永续的时代 南韩政府的政策是倒退撸 装社综合报道 日本京都艺术大学 最近在电车上举办永续时装展 学生把原本要被丢弃的和服 改造成连身裙 展现永续创新 让人眼睛一亮 模特儿穿着精心设计的服饰 走在列车车厢 十分引人注目 日本京都艺术大学 携手瑞山电车 举办时装秀 主题聚焦永续发展 学生们使用原本要被丢弃的和服 改造成连身衣裙 在列车上进行成果发表 京都艺术大学 去年与瑞山电铁签订合作协议 希望共同推动城市创新 这场时装秀就是协议的其中一项成果 透过食物课程 来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花费一年时间设计服装 并计划活动内容 最终在列车行驶的15分钟车程内 展现创意 期盼透过独特的时尚视觉 呈现艺术创新 以及永续发展的精神 JOSHA综合报导 台湾三十多家新创公司 最近赴洛杉矶向南加州的创投 还有加速器业者简报 期盼拓展国际合作机会 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国客外旗下的台湾科技新创基地TTA 日前率领台湾团队赴美 在结束消费性电子展CES的参展行程后 便带着三十多家新创业者来到洛杉矶 参与TTA在当地的说明展示宣传活动 包括多家落成创投业者 加速器创业导师 大学育成中心以及科技业主管都受邀出席 场面相当日落 一开始就考虑到市场的需求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尤其现在市场不只是regional 或是local的市场 而是global的market 那你一定要有这样很好的一个计划 台湾其实新创又是在于技术的含量很高 而且大家对于市场的这个反应 还有就是能够应变 应用在每一个领域上 其实它转换的很快 台湾的可能相对的就是市场比较小一点 对那能够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小 对那但是在技术 或者是在产品的设计方面 我觉得并没有就是会输给美国其他的团队 在短短约10分钟的简报时间 各家新创业者除了快速展示自家产品 也不忘强调竞争优势 业界专家分析 台湾新创业者若要走向国际 国际化能力仍是关键 国际化如何让大家 让国外的人士可以很快跟你建立共同的语言 然后对话在相同一个频率上面 这还是台湾新创团队在往外走上面 需要很大努力的地方 就这样是要看人吧 看他们是非常hungry 是他们觉得说他们做的东西 他们很有热情 同时呢他们对这个 他们产品是非常了解 也知道对应用也非常的知道的非常清楚 他们知道说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朱洛杉矶办事出科技组表示 借由这次在洛杉矶的展演机会 相信加勇助于台湾新创业者 拓展与落成业界的连接 让宝岛的多元创新能量 进一步在全球发挥影响力 中央社记者林鸿瀚 洛杉矶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